2002年的凌晨一點,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 就是在那一天,有一名女性從後風大橋墜落嬰兒離世 自此造生了無止境的羅生門地獄 這究竟是他人所謂還是自行跳下去的 千萬別錯過今天的《熊愛白》 好,大家看這一集是《熊愛白》心裡應該有一個底了 這個單元就是收入完全沒有定論的案件 在開始前不是要叫你訂閱啦 是要說這個腳本是我參照的資料以及判決書自己寫出來的 所以肯定是帶了我個人的觀點 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客觀,先聲明下 歡迎回到意思的檔案,我是DK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雙方各說各話沒有交集的鬼案件 它同時也被很多人認定是一場冤案 包括了島國冤獄計時 王岐正、洪世偉的冤獄事件部 冤獄平反協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那我們趕緊來介紹一下今天的事件 後峰大橋已暈入 照慣例我們先用偵察版來快速的將三個關係人 簡單一下 首先這個陳迅女子 好,再來開頭我們有說了 2002年的時候他墜落於後峰大橋下 再來這個人物 王岐正 是陳迅女子當時交往的男友 他們是男女朋友 所以我們就把他 用一條關係線牽起來 再來這個人物 洪世偉 是王岐正的好朋友 簡單說這兩個人是男女朋友 洪世偉是他的好朋友 關係人物就是這三個人 到底事情是怎麼發展 我待會就會講到了 先最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以下從王岐正的角度 來闡述整個事情的發生經過 在晚間7點多的時候 王岐正打電話給陳女 我今天就很累不出門了 不過去那邊了 稍後洪世偉就找王岐正 去夜市吃宵夜 在晚間10點多左右 陳姓女子就打電話給王岐正 那因為王岐正在夜市 所以電話那一端人聲鼎沸 陳女就說 你人是在哪裡怎麼那麼吵 我在夜市跟朋友吃宵夜 你不是說不出門嗎 怎麼還去夜市 陳女就很不高興的把電話掛了 之後兩個人吃完宵夜 由於王岐正有喝藥酒 所以就請洪世偉開車載他回家 快要回到家的時候 陳女又打電話過來了 立刻在後峰大橋見面 我要跟你談分手 如果你不來 我就要跳下去 隨後再度掛掉電話 這時候開車的是洪世偉 那王岐正就趕快拜託他的朋友說 不好意思 我女朋友現在有一點點想不開 可能要麻煩你載我去後里大橋上 一路上王岐正就有點擔心 女友真的會跳下去 於是不斷的打電話給他 但是陳女都沒有接 一直快要開到大橋時才打通 我快到了 你不要想不開 洪世偉快開到大橋時 果然看到陳女的車子就停在大橋上 於是他就把車子停在陳女車子後方 讓王岐正下車 他下車以後就走到陳女的坐車 跟他談話 這時候洪世偉因為認為 這個情侶要談話不適合在場 所以就先使力 把車子開到加油站 順便幫輪胎打個氣 等到他再度開回來的時候 事態已經有極大變化 洪世偉看到王岐正一人鐵情的 叫他趕快去叫救護車 因為陳女跳下去了 到底剛剛洪蘭離開了這幾分鐘 發生了什麼事情 時間回溯到10分鐘前 王岐正與女友為了分手 而有一些口角 吵完以後 雙方暫時進入冷靜的狀態 王岐正就跟洪女說 不然我先開你的車送你回家 陳女就把鑰匙交給他 人就爬到副駕駛座 他站在駕駛座車門旁 看著洪世偉 看那個洪世偉到底開回來沒有 你的朋友還沒有回來 他也不好意思送陳女回家 總是要給朋友一個交代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 陳女突然光著腳 打開副駕駛的車門 直接順勢爬上了後風大橋的護欄上 他的拖鞋甚至還留在駕駛座的腳踏點 那王岐正的視線是在看他朋友回來沒有 事實他就聽到開門聲 他一轉頭 就看到陳女已經跨坐在護欄上 人就這樣滑下去 他要救陳女根本就來不及 那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那我要強調 以上的發生經過 是王岐正的說法 他到底有沒有說謊 這就是檢警要釐清的 另外就是洪世偉的公辭 根據判決書 他說當天我真的只有在王岐正到現場 就馬上離開到加油站了 事情發生經過 我是真的沒有看到 我真的不在場 我也沒有看到陳女是怎麼跳下去 還是被丟下去了 我都不曉得 我回來的時候 已經發現他人已經不在了 就馬上打119跟110 在洪世偉通報的同時 王岐正跑到橋下查看陳女的情形 當時橋下有個掉下村民A 幫忙照亮現場的狀況 隨後救護車趕緊將陳女送到醫院 王岐正是一路陪伴 但也許是募集伴隨的創傷 他在急診室情緒崩潰 隨後陳女也宣告離世 事後的調查 檢警對王紅進行測謊 兩個人都通過了 顯示以上的證詞應該是可信的 當時檢方並沒有起訴兩人 然而事態過了兩年有重大的變化 在當時幫忙照亮打燈的橋下村民A 跳出來當證人了 A說他有看到就是王紅兩人 將陳女協力丟下橋 但是很奇怪的地方在於 村民A首次問訊的時候 只說看到黑色物體掉落 但後來換了另外一個檢察官偵辦時 A的證詞卻增加了很多 甚至有聽到 如果你要跟我分手 我就把你丟下橋下 繼續跟我在一起的話 我就把你放下來 這樣完整的對話 以及目擊到兩人把陳女丟下來 這樣子經過 也有看到在丟下前 王南有追逐陳女 當時月亮亮度能見度相當的清楚 村民A把一切都看在眼裡 因此王岐正與洪世維兩人 在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 都被判殺人定業了 直到很多人的努力下 2018年才開啟再審 2019年12月31日改判無罪 不過無罪判定又在2020年的時候撤銷了 發回再更審 那我們可以說這場法律攻防戰 仍然是遙遙無期沒有盡頭 那問題來 為什麼很多人覺得這個是冤枉的判決呢 原因就在於整判決是沒有其他物證 僅憑村民A的證詞 但是村民A的說法有一些漏洞 而且前後矛盾 首先監委發覺這個判決有問題以後 實際到橋下查看現場 發現A的證詞有重大的矛盾 第一 橋下根本不可能聽到這麼完整的對話 因為距離太遠了 第二 橋下的角度看不到王南追逐陳女的樣態 第三 根據氣象局的資料 案發當時根本沒有月亮 第四 A看到了王洪兩個人抬起陳女 再越過忽然丟下去 那這忽然上面有一層白色的土粉 所以依照A的說法 那陳女的臀部應該是會沾上白色的土粉 但是實際上是在胯下的地方有沾到 所以單純舊物證來說會偏向王岐陣的說辭 也就是陳女跨坐在護欄上 然後就掉下去這樣子 除了正能A的說法騎人一鬥 之前有說到有罪的判決認為 陳女的身高是155公分 從車內跨出並攀爬上護欄是很難做到的 然而在後峰大橋改建以前 護欄的高度混凝土的部分為80公分 鋼管護欄為37公分 總共是117公分 而鋼管護欄具備一定的空間 得以讓人有失利點攀爬上去 所以關於之前的判決說到 陳女真的很難跨坐在護欄 這可能要打上一個問號 再來一個問題 陳女有可能是自殺的嗎? 這邊我必須跟觀眾稍微交代一下 陳女的人際關係 因為這個案子有點複雜 其實他在一年前有跟王岐震分手 分手以後他又短暫的跟同事B交往 後來又恢復跟王岐震交往 但是跟同事B也有繼續通話 通話的時間多過於王岐震 所以出事那一天 陳女就是要來跟王岐震正式提分手 根據B的證詞有說 陳女說要處理完事情就會打電話給我 可見陳女完成與王岐震的分手以後 就要跟同事B來全心全意做一個交往 那這樣的人有可能自殺嗎? 可能會跳下橋嗎? 答案也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陳女的家裡也都不相信自殺 齊媽媽在偵訊中表示 最近沒有心情不好的情形 齊爸爸也說 我女兒還在就讀空中大學 星期一到星期六在當安親班老師 所以假設斷定為自殺也有一定的疑慮 不過我個人的疑惑 我們來看這個王岐震的說法 他說他認為已經跟陳女吵完架了 陳女把鑰匙拿給他 要把車子開回家了 那陳女為什麼又做出跨上護欄的動作呢? 這個問題我想了蠻久的啦 那我認同2019年判決的推斷 他是這樣說的 當王岐震以為沒事了 其實陳女還氣在頭上 或是因為這個分手的事情 還沒有做一個妥協 他就突然跨坐在這個護欄 想要跟男友抗一些什麼 不料卻因為護欄不易掌握 因而發生了失守 墜落的意外 眾上所述 我們不認為陳女會自殺 如果要斷定王洪兩人把他丟下橋 僅憑村民A前前後後 總共四個版本的證詞 而沒有其他的證據 又顯然有很大的疑慮 那最可能的就是意外了 還有不同的法醫也有不同的鑑定意見 那因為影片的長度以及youtube政策 我就不在這邊贅述了 目前最新的判決就是2020年5月8號的新聞 又翻盤了 無罪遭到撤銷 詳細的判決書 網路還沒有出來 所以這場法律戰役持續當中 攸關的是事實真相 以及兩人的清白 究竟那個沒有月亮的凌晨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認為呢? 底下留言 我是DK 我們下次見 掰掰